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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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 Swanelsー mother of the person 喜事业 too 学这些是为了修行 我们看一段这个 这有一个 这个是什么 文摩杰经里面一段话 华言菩萨曰 从我其二为二 见我实相者 不其二法 若不作二法 则无有事 无所有事 是为路不二法门 一切 一切从我来 以前我原都因为我 而生烦恼 我空了 任我 法无我 善就成佛了 从我而来 从我其二 为什么其二呢 也有我就是他 那根本就是一个二元对立的一个世界 我们生在二元对立的世界 那没有二元对立就没有我跟他 那我是相对而有的 因为我的事情找不到 所以依靠他 那个谭经就是这样 不二之法 就是在中国有什么太极啊 类似这样子 那里面去研究 大概是这样这个意思 有二 有我 从我其二 一切的问题就从这边出来 那能够无二就入了那个佛性 那个佛性谁的佛性 自己的佛性啊 所以他能空得了 因为我找不到 以他而有 所以我他望 以我其二 就望啊 去望 纯真就是 是怎么讲 回到本性 佛的本性 佛回到自心 那一切法 这个法 这段佛法大概就讲完了 那 这个去参的 先能空 然后再能够再来无二 这个空就是找不到自心 那 当然早上自心还不够 还要不二 再两成 两成一 不住 不住相对二法 对立的两个法 就无事啦 这为事的概念 无事 这意思空就是没有分别啊 无念 有没有妄念啊 纷飞啊 这个 一个对境就起分别 就会有一就有二 一直下去 那 无二 能够无二就无事 就没有那个分别 不动念 这边就讲不动念 事空的就已空 这我们本性呢 自己不知道也 在那个秘法里面就是说到那个死亡的时候 光明陷阱 光明陷阱 一散过 那余学 余学是就留在那个 那个叫最细心 这个东西只有到最细心才会陷阱 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修秘法 修秘法那其面有点 这七闰密典有很多修法 有一些持坐也可以啊 有些是保平器 那持坐有些坐持到一个程度 这个就会那什么灼火嘛 灼火 以前觉得很神秘 这其实没有很神秘的 你可以练那个准极法也可以 或者说我发现很多咒语都可以 那他从哪里开始 从腹部 那若你圆了五二从心轮 那这个要市场带 那五二比较快 他从腹部里面 慢慢慢慢回到心轮这边 当死亡的时候 最后收视在心轮上面 所以那个叫光明献起 然后出分意识慢慢融入 融入到最后有四个阶段 三个阶段 八十分别 这个禅宗明那么复杂 一下就到了 所以两条路 参众没有说一二二三 他没有这样 参众不是一下顿 那没有市场到得残病 小心 我最近在那边学到最后 那个 那边的压力很大 他问自己市场对不对 算是对继续我还是不敢 所以这个新人这边 那个市场不是市场 那时候市场不在身边 那个电话跟我讲说可以 所以要在市场身边比较好 那到底是不是 就是觉得这个东西要能带比较保险 所以这个不二 那个空 再来不二 那 那是全新投入 还有 可能没日没夜的 那个时候刚刚放假 没日没夜的这样去唱 唱话头 这话头 我说对不对 自己 这个安兜市场讲的那个 那个谈情那段去唱 因为学教的 就那话头一盘着 那就没日没夜的 所以这些参残还什么 还要去干什么干什么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吃饭就是吃了 睡了也没有睡不知道 就这样 这样餐 这样才有可能 一两天不够 所以这个不二 那同样到 同样到 进入聚生原始光明 一个你间谛到了 那个心轮就启动了 那个最细心跟 风心 风跟心是一体两面的 那个心到了最细的时候 那个风就启动了 就是心轮 你看 就打开心轮这部分 要修修修修到 修到那个气露中脉 好像是这样 所以这个 禅跟蜜是通的 是通的 你可以修宝屏气 到最后这个浓露 收射浓露 最后 这个聚生原始光明限期 这原空性 禅宗是直接 只有两条路 最后是和尘 和尘 严密法讲色身 禅宗讲法身 色身在哪里 那在藏传这边 他色身的进取音 他要把你讲进取音 那禅宗超越 超越到我们 没有办法了解 色身怎么得到 所以回到密法这边 比较保险 比较保险 当然和尘是最好 那个间地 到了 这个 很直接 这两个 一起尘比较好 那之前要空 你直接无二 看很难 修行要先走无我 先空我 这是美感 很多人不知道 那个人又不对 且是非 因其我 能无我 就录了不二法 当然这边还是没有讲的 师长知道 他讲 没办法 我们学教的 可以描述 所以空再无二 顺带 顺带提一下 其实我们要带的就是这些东西 就是这一段而已 三段十二步要带的就是这一步 就是这一段话 那 大家有菩提心 要修菩提心 大概是这样 然后我们上次讲到哪里 看一看 阴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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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个课盘 对大家回去好好复习 这个阴三项是 是蛮重要的 科学要学 科学不能说 我了不起 很了不起 很多东西科学还是不懂 因为我们学了科学 知道他问题在哪里 我们不学 永远不知道 没交集 所以佛法要学科学 但一行一行 一行有他一行的难处 没那么容易 但是还是可以的 我看一下 基本上思维的方式一样 思维的方式一样 像是传给道友 整理很好 我整理很好 费了一点功夫 费了一点心思 整理这个问题 法王讲得好 问得好 科学在问得好 法王回答得好 我整理得好 可是科幻值得我们看 也许你说 保持这个空气很难 通过以后可能学空气要在实验室里面学 我不知道 以后 这是空气 那很直接的冲准 很直接的冲击到我们人 怎么这样 就开始想为什么这样 那学诗部嘛 把诗部学号 那英明 刚刚讲的英明 对 把英明学号 如果发展示 能三项在那里看起来 三项在那里看起来 就麻煩了 诶 这里 这翻的实在是文英文 你们没有学藏文吗 回家藏文 藏文又是不容易懂 何况又加了翻译 本来他这个英语本来就难懂 然后以身为力 非无常 我要力的是身无常 所力 能力是什么 所力是中 能力是所力法 所力法是无常 所作性能力 所作性是身 身 万生物只要是有为法 我讲有为法 上次那个科判就要献起来 科判 不会太难 我讲那个差别的时候 印象会更深刻 有辩论那不用太难 这个整理的不是自己发明的 是因为变经来的 整理个科判 那时候自己快要40岁 才去学变经 就是 就是头肌取巧 弄一个科判 也没太背 就是 例如跑一跑 我定一背一背 其他的是全部都要背的 大概就是上就上去 那意思到了 然后可以修行就可以了 然后 身无常 以身为力 何以无常 为什么无常 因为所作性 所作性是身 他跟无常是 应该同意吧 有为 有为 然后 这个 有一个人 他知道身 是所作性 他知道 所作性一定是无常 但他不知道 所作性是无常 这一点 这是我们要立的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啊 有 他知道 身是所作性 但他不知道身是无常 这样一个人 我们要说服他 就要把这东西摆好 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 这个 因三相 这因三相就是讲 因三相就是讲 因的三个特性 因的三个特性 骗是中法性 通评定有 异评骗物 你看这个 玄像大师翻了多号 你还是不懂 第一个中法 第二个后骗 第三个前骗 这讲因 都是讲因 因要三个条件 好 那 他的中法 成立的方式是这样 好 量世认定 我们这个不 这个讲这个 这个 我们以这个为例 那 他 这个 什么叫做 无过欲知有法 他没有过失 欲知 欲知就是他想知道 他想知道 他想知道 身因是无常 他已经知道 身是所知心 所做的心 一定是无常 这一点 他想知道 身是无常 他讲 欲知有法 无过欲知有法 一定是相辅为有 就身是无常 身是无常 这历史 那 这唯有的 其他地方找不到 然后 生意 他必须是互义 就是这个法 无常跟所作性 他是互义 互义就是说不是义 是个别之法 如果是义 是非个别之法 什么叫义 连他的名言跟他的意思都是义 比如说我卢道 我叫卢道 我的照名叫丁金雄 那指的是我 但是这个不叫义 那个名言不同 很严格 不但义 他的意思要一样 他的生意要一样 大概是这样 声音唯一力何以无常 所以这个 量是认定身上 余力是相符为有 就是 声音啊 声音这个所作性 声音是所作性 必须是由量世所成立的 量世 就是他是必须 什么叫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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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必须没有错误的 那叫什么 没有 于自觉 有自觉意 在这边我看一下 量没有定义 离分比不错乱 这个要比 飞漆狂 飞漆狂 诶 有了 量 就是量 量是有两个 一个比量限量 像以前 现在有把那个比量加进来 那他必须飞漆狂 飞漆狂就是什么 飞漆狂就是了解 获得自觉意 是了别 他在自己的 这个 所了别的境上 要获得自觉意 那是量世 我们就大略介绍一下这个医民 这个 所以他身世无常 所作性故 这呼吟的意思是说 这个常 这个 所作性 跟无常的关系是 第二是呼吟的 其实不是 是个别之法 刚刚讲那医的意思是说 非个别之法 那医的时候是个 个别之法 他必须不是医 不是医的时候就是 不是医的法 个别之法 他在 他的特性上 或者是他的意识上 不但是 不但是不同 而且他的名言也不同 就是这样 那这个 他的关系是 同体相属 他是有关系 有两个关系 一个是同体相属 一个是重生相属 有两个 后面会介绍 如果没有关系 讲这个就是 就是 两个不同的东西 就不能做比较了嘛 就是 没有联系的话 那你要说服他 没办法说服 那声音 不但是 锁着心 而且锁着心 一定是无常 他这个联系 这是一个条件 那 这后片 后片这边有 这边有一个 这么一个意思 叫同品 同品 就是说这个 有这样一个例子 我们说服对方 声音是无常 那 要拿一个例子 叫瓶子 瓶子 我们先不管声音是无常 瓶子是无常 而 然后 瓶子也是锁着心 那瓶子 只要是锁着心 一定是无常 他这个联系 是这个 那瓶子 瓶子 瓶子就一定是无常 他 他 他这边讲这个联系 没有 而又与无常相联系 要相互相有联系的 所以瓶子跟无常之间是 那个 同体相属 有联系的 我们说 只要是瓶子 都一定是无常 它会坏灭 刚照瓶子的时候 还没有照之前 跟照之后 就是他一个生 就是 从出生到结束 他是一个生灭法 因果法 所以他是无常 所以只要是瓶子 一定是无常 所以有一个人 他知道声音是无常 透过瓶子 而且 声音是锁着心 只要锁着心 一定是无常 他就想说 声音可能是无常 这个东西 就联想到这边 声音可能是无常 为什么 因为声音是所作性故 所以 声音是所作性故 有一个瓶子是无常 这个瓶子是无常 也是所作性 那只要是所心 一定是无常 这一点来看的话 他说 他说以声音为例子 我们说服对方 这个时候 你要讲一个同法欲 什么欲 刚才讲的 同品 真同法欲 要拿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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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子 那 中音欲 所以 这个人就会知道说 这个 声音是所作性 他知道了 那透过瓶子 这个 这个 我们还没有说 声音是无常 这一点 他就知道 这个瓶子 出例子 叫真同法欲 真同法欲 那 他知道瓶子是无常 瓶子是所作性 那 只要是所作性 就一定是无常 所以这很多描述 大概是这个意思 大概是 大概是意思 那 所以 我们说声音 这个人知道声音是无常 还有另外一个人说 还有一个前篇要具处 前篇跟我相反 就是说 那 这个人要知道 这个 只要是 只要是 怎么讲 只要不是无常 就常法 那他一定不所作性 他这个要知道 那以虚空为例 所以 这个 因为有些人 他可能会知道说 他可能会说 声音是无常 那 那 声音 所作性 是无常 那 声音可能是无常 但是呢 声音有没有可能是长 我会这样想 所以要一个前篇 一个前篇 大概这个 我们说 我们说 对方 要有点条件 这些要 这个 他只是不知道 声音是无常 这一点 好 然后来建立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 阴三项 阴三项 因为这个很严密 所以 你要去剥倒 它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好 所以在建立一个阴 研究 研究 这个名乡上有点难懂 这个 回头看藏文 你说 大概意思是这样 然后 有个叫 烟山有火 因为有烟 烟山有火 因为有烟 烟山有火 因为有烟 有烟必有火 古代的时候是这样的 那烟跟火 就是所谓的 重生相熟 它有两种 两种 不是同体相熟 重生相熟 所以它也符合了这个联系 好 有相联系吗 相联系 好 条件这个三个 好 三个条件 所以 因三项 大概讲到这样 讲到这里 然后 我们要变经 没有 现在还不要回到这边 我们先讲那个 上次没有讲完的 上次有人问 也有留点时间问 这个长和物 物是事物 上文叫磨坡 上文只有一个 磨坡 那磨坡跟那个无常是 同意词 同意词 那物跟物质不一样 物跟物质不一样 不一样 物是磨坡 事物 你讲成事物 比较好一点 事物 前面讲一个事情的事物 跟这个物质不一样 物质不一样 那就是说 这个 这个物 事物啊 事物有三个 内容有三个 其中一个叫物质 有一个叫物质 大概是这样 它的分类大概是这样 那我们说 雪白法 雪白法从这样学会比较好 比较印象深刻 还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问题 这个有一个问题 我们说所知啊 有啊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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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量是所缘 好 所以我现在 给 修给你看的 量是所缘 这边 你可以看那个 萤幕上 大還是小 放大怎麼放大 這不知道怎麼放大 有有有看到 這有 事物 他翻成事物 記住能力引發作用者 所知有所良成事 都是同一個意思 你說有怎麼有 有量勢所緣 他現在正確的形式來緣 不確定這些都不算 比量量勢 量勢分兩個 一個比量跟限量 只要這兩個 為他所緣 那就是有 比如你猜你想 那都不是 我猜我可能可能 好像看到也沒看到 看電視看很專注的 一個人從那邊走過去 乾脆好像有一個人過去 是嗎 太專注了沒有注意到 那不能當量勢 就是這個意思 那剛剛講的有 量勢所緣 他可以是所知 那同意嘛 所量可以是成事 那成事量是所成 那所知叫做什麼 能為心之境 成為心的境界 大概是一個意思 在那邊沒有修出來 所知滿重要的 那所知啊 好 所知 事物 不是不是 有 所知 所量 成事 都同一個意思 這同一個意思 要跑掉了 你看 換一個就跑掉了 所以 有 有 就是 有量是所緣啊 那 再來看 量是所緣 他又是所知 又是所量 又是成事 那就是說 那他 這個 那就請問啊 那 剛才講是事物嘛 事物他跟那個 無常同意啊 有 他叫什麼 去逐能力引發作用者 有能力可以引發作用的 那無常是同意啊 那無常是倡那性 因緣所造有變化行為者 大概印象是說 這個 這個事物啊 是無常 無常無法 是有作用的 那這兩個 只要是有的話 這就開始辯論了 只要是有的話 是其中任何一個嘛 這個課範是這樣顯示的嘛 有 有沒有第三個 沒有 他沒有第三個 那為什麼 這跟我們心有關 我們去圓一樣東西的時候 然後 它是有作用的 它比如說我眼睛看到這個 這個瓶子 它是有作用的 它是能夠 親自顯現出來在我面前的 這個東西跟一個概念式的這個常法 是不一樣的 尋去圓它的時候是這個樣子的 那除了 一個是無常法跟常法 這兩個其他就沒有了 沒有其他的圓法 就是大概意思 你說 煙山有火 陰有煙 煙山有火 陰有煙 你這是用分別去想 想這件事 你沒有親自看到嗎 分別心所圓的是常法 大概是這樣 所以他把這個分 根據他的內心去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產生了兩個結果 兩個結果 所以你要跑第三個 你說這個又是常法 又是無常法 換一個毛病 就是這兩個是沒有同位 找不到它的共同點 比方 這個樹跟人 不會找到一個樹又是人的 那就變怪物了 又是人又是樹 不會 意思大概是這樣 常法跟無常法不會有同位 不會有 又是常法又是無常法 又是無常法這個東西 不會 我們常說不義不義 那個是境界 最後你得到那個無惡的那個 或你得到空性這個東西 因為空性 找不到知性的時候空朗朗的 然後這個 在空性的那個 等詞裡面 你見不到一法 就是大概這樣 不生不滅 不勾不勁 你說一個東西 你說一個東西 不生不滅的 這就在那個 就在一般人的常識裡面看出 這不可能 又是光 又是波 又是粒子 這本身有餘病 光有波的特性跟有粒子的特性 這樣講比較好 因為這個語兵會有學兵性的抓到 他答不出來 科學家答不出來 問過了 所以 這個 他們實驗蠻 這個精神蠻好的 而是說 如果說在這個邏輯上 沒有人好好研究的話 你可能花很多時間 弄錯方向弄錯了 沒有得 歸納不了一個結論 很可惜 佛法已經有這個經驗了 可以跟佛法多溝通 然後把四部中語學好 尤其是這些有沒有 是不是 這個弄不清楚的話 哇 你修空氣修不起來 老實講 除非你得到加持 適當的加持 加持也會掉 掉之後你要找找不到 每天在那邊找 你就是 它就是一條路 這個教理就是一條路 過你會越來越熟 越來越熟 這條路 我常常 我之前 這個 剛來的時候不懂 不熟嘛 要看那個 Google 看我還是迷路 你看 現在想都不用想 怎麼樣往那邊走 好 大概是這樣 你學教理的時候就是這樣 這個是 不疑不疑 什麼是疑 什麼是疑 那疑找不到疑 找不到你說沒有 什麼叫有 疑跟疑都找不到 叫沒有 之後跟他講 這很重要很重要 所以這個熟練 慢慢慢慢慢慢就往那個 這條路就順暢了 否則 那就很麻煩很困難 當然除了你得到教授 都是一般來講 廣大的教法建立必須 可以適應到各種人 你能夠講得出來 就表示你這個法可以 可以奢侈很多人 可是你這個法 講不是講得不太清楚 你說要得到一個教授 得到一個教授 你可以 但是這樣的人少 他問你 為什麼這樣 為什麼那樣 你要回答 你說 你要信就對了 像你說你要信就對了 可能 很少人會這樣 會跟你這樣學 你要講出一個道理 當然學教授是講個道理 然後 當然要修 到時候要修 有 剛剛講的量 它有兩個 一個長 一個物 事物 那沒有第三個 那請問 油啊 油本身是屬於長還是物 油啊 這個油 或者所知也好 所量也好 這油本身 油本身 是油的話 一定是長跟物之一 對不對 油本身呢 不要你們來跳毛病 我們自己都會跳毛病 我們是學病經理的 那油是什麼東西 這有點難 油有兩個東西嘛 有長跟物 油本身是什麼 油是長還是物啊 那 油本身就是屬於長跟物 對不對 油 所知所量 這是 它具有長跟物這兩個 那只要是有 就一定是這兩個之一 那油本身是什麼呢 那我們說 有本身有長跟物 那長跟物擺在一起呢 算是哪一個呢 你分的只有兩個啊 你到底算哪一個 沒有這個變 我們都會變啊 當你恰 當你恰 有人說是 有人說是長髮 不對 我說裡面還有一個物啊 怎麼是長髮呢 好 那就 你說 你說沒有這個東西 不對 好 只要是有的東西 有違法的話 一定歸納這個地方 要不是長 要是物 就是這兩個 不會有第三個 因為它是有的 它不是無的 又把它推到這邊來了 好 那你要選一個 冰的要選一個 有具有長跟物 這兩個 那長跟物 我們先不要講 長跟物這兩個擺在一起 算是物呢還是長呢 蛤 對 有違法 對 包含無違法 對 對對對 你這問得很好 對 所以這個有 物是有違法 對 對對對 就是 那你可以這樣一個 方向角度 無違法跟有違法 這兩個擺在一起 算哪一個 算哪一個 因為你分內只有 有違法跟無違法 這就可以這樣分了 有違法跟無違法 這兩個擺在一起 是屬於有違法呢 還是無違法呢 這另外一種描述 這其實學完變經 學了多年 再看也是 不論不是那麼容易懂 我們那時候變了 有時候變了 一個禮拜還沒搞懂 很激烈的變 那時候沒有人跟你答案 給答案的方式比較不好 那要去想 而且很激烈的變性 那就是 很精彩 那就是說 那常法跟無常法 這兩個擺在一起 一個常法也是無常法 那屬於哪一個 我說第三個 沒有 沒有第三個 只要是有 只要是法 不是沒有的 只要是法 就一定是常跟無常 常跟無 或是有違跟無違 沒有第三個 為什麼 你所緣的方式 這兩個嘛 剛剛講的 一個是直接看到的 直接看到的就是 直接面對的 眼睛看到的 耳朵聽到的 這些東西 這個不是說虛擬的一個東西 想像的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 就所謂的 你看到的 你碰觸到了 那這個東西 就是所謂的物 跟心有關 跟這個五根 五四有關 還有一個是有 你摸不到 碰觸不到的 分別心所緣到的 那分別心所緣到的 那分別心所緣到的 有一定是筆量嘛 對不對 筆量 推筆而 那是概念 好 你知道那煙山煙 有火因為有煙 你知道它有火是有煙 所以你推人出來 你不是親看 親看答 分別心所緣 分別心所緣 這樣一個東西 叫屬於常法 常法 這兩個 有沒有第三個 沒有啦 沒有 好 那就 無常法 常法跟物 這兩個擺在一起 算哪一個 常法跟無常法 跟物擺在一起 這種白法也是有 你不能說它沒有 那有要屬於其中一個 你覺得說會是哪一個 那其實也不是那麼好懂 那就是說 這個常法 無常法相違 相違 沒有一個是常法 就是無常法 那 這兩個擺在一起 會是常法嗎 不會 因為是有一個無常法 怎麼是常法呢 有人在回答 你說物 也不對 我還有一個常法在 那屬於哪一個 你又不能說不能歸納 一定要 一定要 一定要有一個結論 只能其中一個 為什麼 因為只要是有 一定是常法跟無常法 所以物 其中之一 大概就這樣弄的 那我們了解 慢慢了解這些東西 就跟你 這個差別越來越清楚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原來很多東西 我們的食物很多東西 都是模擬兩可的 模擬兩可 髮像 髮像上的模擬兩可 那你這個 你這個東西 模擬兩可 你要修學化就有困難了 對不對 或者我們說 這邊要多一點時間 那它的答案是這樣 這兩個白眼其實 會是常法比較合理 因為 我們在原 無常法跟常法 原的常法 無常法就原不到常法 原的常法 它本身不是一個 你直接看到的東西 感受到的東西 對不對 它屬於你的分別心 所原的一個境界 所以它屬於常法 比較合理 目前得到的答案 是這個答案 它是有的 它跪到你常法 那常法的定義叫做什麼 常法的定義叫做 怎麼樣 它還有一個定義叫做 法與非剎那的同屬 同位 不剎不滅就是非剎那 意思是一樣的 非剎那不剎不滅 然後不剎不滅 你說不剎不滅就可以嗎 它前面叫做法 它前面叫做法 那個 兔角也是不剎不滅 它必須是法 它必須是法 法必須是有 它必須是有的 它必須是有的 又是不剎不滅 它同時又是法 又是不剎不滅 就是這個意思 你說它是不剎不滅 它是不剎那 不是因果所成 就是非剎那 那不是因果所成 沒有的東西也是非因果所成 兔角也是非因果所成 所以它叫做法 它必須是法 它既是法 又是不剎不滅 想再寫 所以很嚴密 就大概這樣 你透過它的那個 定義會知道 它是很嚴密的 所以這麼嚴密 你不增空性 你努力的話 空性就容易增得 三大師很多人都知道空性的 因為他們學得很紮實 那我的老師 他們年紀經濟都知道空性 這些內涵 所以傳承 教理這很重要 然後 剛剛大概講到這邊 所以這個 有 只要是有 聽我一下描述 是有的話 是它的話 只有兩個 一個長跟污 有本身是什麼 有本身你不能說它是沒有的東西 有 有本身具屬長跟污 剛剛是是 有沒有 有沒有看到 是跟有不一樣 是有的話就有長跟污 有它有長跟污 不一樣沒有看到沒有 所以光是坡又是栗子 有問題啊 坡跟栗子是相違的 是坡就不會是栗子 是栗子就不會是坡 你說是坡是栗子 那你指出來 當你測到坡的時候是栗子 你跑到那裡去 你那個空心修不起來 所以 大概是這樣 就是 這個 是不是 有沒有 就大概這樣 那物啊 為什麼是刹那刹那 就是所謂的 這個 因果所成這法 有生滅 你造了之後 這個 它就成就了 成就之後 你不用去 你不用去損壞它 它自己會滅 你看那個樹葉 它自己會掉下來 沒有風的情況下 樹葉掉下來 它本身就具足 無常的 壞滅的特性 當它第一個 當它生 當它生起那一叉 就具足壞滅的因緣 不需要靠外力 它自己會壞滅 這有很深的道理在裡面 你還有第一 第二 那你無常就不是無常了 第一步 第二步 你還有柱 那個柱 那過去心 三心不可得 以前有一個 大修行人 到一個地方 要早上日式 結果碰到一個 在路上碰到一戶人家 一個老婆婆問她說 你答出來 再問著 那故事大概 三心 三心 它答不對 把它 就是 三心不可得 三心不可得 那你有哪一顆心 她問她哪一顆心 你就停在這邊 哪一顆心 過去心 過去心 過去與世未來未知 現在在哪裡 現在心在哪裡 現在心在哪裡 她就停在這邊 那你如果學教理了 過去 過去 如果 如果 有一個現在的話 現在心的話 那現在 有的話 一定應該 只有兩種情況 要不要再過去跟未來 要不要再過去跟未來 不對啊 過去 過去與世 未來未知 不會再過去未來 那你說她會住 怎麼住 這個住呢 還可以再分嗎 如果可以再分的話 又分過去未來現在 那就無窮 過去未來現在 現在又可以再分 就一直分下去 分不完嘛 就是 又是沒辦法決定 這是一個 那你說 離開過去跟未來 獨立 這會不行 比如說 現在是 現在18點29分48秒 下一個49秒 對不對 你沒有參考點了嘛 對不對 你過去未來 過去現在未來 有個參考點嘛 你說你獨立 你不參考過去跟未來 你那個時間怎麼算 你那個現在怎麼算 算不出來啊 就像我剛剛講 那個現在的時候 要參考前面跟後面嘛 你說 你說我獨立出來了 好 那不行 你那個時間怎麼算 算不出來 你這個現在在哪個地方 你沒有參考是過去跟未來 都不是啊 這個一跟一的道理就在這裡面 如果現在有的話 要嘛是過去跟未來 要嘛這邊 要嘛那邊 要嘛 要嘛 要嘛離開 要嘛離開過去跟未來 獨立 所以 一跟一不是一就是一啊 只要是有 只要是所知就是一跟一 沒有第三個 只要是有的東西就是一跟一 你只要找得到 要嘛一 要嘛一 不會有一跟一的中間 不會 為什麼 一跟一是相違的 一是個別之法 一的情況是一是什麼 一是非個別之法 一是個別之法 一是個別之法 有個東西既是非個別之法 又是個別之法嗎 沒有嘛 要嘛一要嘛多嘛 對不對 所以一跟一是相違的 你這邊找不到 那邊找不到 那個自信有就找不到 你就是 你能確定之後那個自信 那個才能破那個我子 你沒有破 你得不到一個決定 你方法不對 大致上都是從一跟一衍生出來的 什麼有金剛穴 氣象正理 主要還是一跟一的 一跟一的主要還是 所以順帶提一下 香維很重要 香維要了解香維 後面會帶到 所以剛剛講的有這個道理 我們對場跟物 還有是不是有沒有 大概有一個概念 現在問到物 一直往下看 物 無常法 有違法 都講的同一個東西 事物 那它是因果所成的 它不是法與非差那之同位 法與非差那之同位是常 它是物 它是差那 它屬於無常法 這個能夠直接感受到的 有三個 分內有三個 不相應一形 我們現在從下面 物 物 物質 物質就是 怎麼講 微塵所成 微塵知道嗎 我們說量子 我們說什麼 原子 原子有個分 在上面是分子之類的 再細下去是微塵 然後是分子之類的 垫子 那更小的是垫克 在微塵所成 它是微塵所組成的 那不一定是眼根所對的經 它可能是聲 聲音也是 微塵所成 香 味 跟科學很相符 相符順 是一個物質 物質 還有一個物質 跟物質不一樣的 就是心事 之前跟他講那個什麼 變耐性 物質 物質 它的本質是變耐性 它具有方位 心是沒有 心是明耳覺知 這兩個體性是不一樣的 這個要去做個區分 反正你會說量子 量子是心 搞錯了 從根本上就搞錯了 要把那個量子 量子本身是物質 把這個心事 把它分開來 明耳覺知 明耳覺知 它的本質就是這個東西 物質不是 它可能透過電壓 然後就產生電流 然後你做一個程式去判斷 這什麼是心事 這不是心事 不是心事 所以科學家已經知道 我們這個身體的組成 這個 生物學家說 大家成不成量子不知道 量子說 這個全部都是量子所組成的 它要到一個程度 它才能成為生物 這個它的理論 這是現代的 它是有很多問題 這裡面有很多問題 那就是說 其實物質跟心是不一樣的 不一樣的 心物 那為什麼說 那為什麼說 現在這個 現在強調這個 物質太發達了 要提升心靈 為什麼不提 要提升心靈 因為 如果心物不合一的話 那整個以物質為 就是什麼 人定勝天 這就是邪見 否定因果 那世界會變成一個 邪見真上的世界 邪見真上 那在廣論上有講 那在廣論上有講 你覺得它好的 事實上它有問題 有副作用 副作用 那甚至說 會 其實已經產生了 像電磁波 到身上沒有電磁波 我們說 哎呀這個糟糕 比世界末日還糟糕 我們事都不順 但是你健康啊 沒有電磁波 你比較健康啊 是不是 那電磁波 不敢去 科學家不敢發表啦 我有去看 有人寫 這個會被排擠 這個 商業力 會損害商業力 看了不得了 那個電磁波 現在不談 所以 所以 你方便啊 得到什麼結果 怪病 像Wi-Fi我不敢 以前 都是學電的嗎 我學Wi-Fi 絕對不要裝在我房間裡面 裝在外面 懂一點嗎 以前都在印度 印度 印度 就是這樣 聽說啦 他缺電 他們要蓋那個 發電的 發電 怎麼弄我不知道 要蓋到人家下 這個他要 不是缺電 就是那個 手機 手機要那個 那個什麼 發射 轉換那個發射台嗎 沒有人要 沒有人要那個東西 建在自己家裡 靠近家裡 沒有人要 大概知道了 他偽裝成一個 鐵桶 什麼 水塔有沒有 偽裝成那個樣子 我每次看到那個 旅館下面有 上面有 旅館上面有很多那個 好幾隻那個 我就不住那個旅館了 他那個在鄉下 那個很重要 裡面有這個 他那個 5G 4G 傳不到 好 那怎麼辦 這個 有人不怕死 也總是有不怕死的 就 蓋在旁邊 蓋在他家旁邊 他去照顧 你說得到什麼好處 你去用他不用錢 什麼電 他有發電機嗎 用他的電 用那什麼優惠 還給你一筆錢 什麼錢 醫療 久了會生病 是這樣的 還給你一筆錢 印度人窮 所以 科學的東西發展到最後 總是有一個副作用 原因在哪裡 邪見真上 他把心事這個部分 否定掉了 什麼東西是心事來的 跟你照月有關的 他把它拿掉了 所以現在講這個東西 很嚴重 就是心物合一 這很重要 道斷拿掉了 我也有聽課 道斷拿掉怎麼樣 人只是這個大 社會這個大機器裡面其中一個螺絲 就是物化有沒有 道德沒有什麼關係 變成這個樣子 所以那個 有些哲學 講哲學的一些教授 大學教授 就說 哎呀 現在的人都不相信這個東西 但是有一些人 會相信 華爾街那些人 王古漂那些人 心靈很空虛 他們反而相信這個 所以到時候什麼都有了 心靈還是很空虛 就是這樣 所以快樂不是只有心靈 就是物質這個分別 還有心靈這個分別 還有心靈這個分別 感受啊 溫暖啊 對 就是這些東西 所以心物合一很重要 心跟物要分得出來 要分得出來 再來 不相應性 不是心又不是物 這兩個都不是 要歸納一個 叫不相應性 什麼不相應呢 心跟物都不相應性 有一個時間啊 時間 時間也是常常常改變 哎呀 不是只有時間 這個不屬於物 不是屬於心 就屬於不相應性 只要它屬於無常法 那又來了 只要是事物的話 只要是事物的話 就是這三個嘛 那事物本身是什麼呢 道理還一樣啊 道理一樣 就是事物本身不是物質 因為它也有心事啊 它也不是心事 它也是物質 那它屬於心不相應性 物質本身屬於相應性 物質本身屬於相應性 就一定其中之三個 那物質本身呢 物質本身 它是屬於心不相應性 你不能關上它是心 你不能關上它是物質 我的印象是這個 順帶一提 前面那個比較重要 這個有 這個比較重要 好 那大概講到這邊 那其他有辯論的例子 這個一因三項怎麼去應用它 是靠辯論 辯論 然後有境 我有這個境 能稱為心的境 叫做什麼 所知嗎 有境就是有它的 它具有那個境界 能全身它也 它所全的那個聲音 能全身是有境 不特缺弱 也是有境 知覺也是有境 知覺它對著境 有三個 那知覺 上次有提過 知覺就是說 這個量 非量 有這兩個 那你也是要屬於量的話 那個量是所緣 這個 那個 心奇 心奇 非欺狂之了別 它是知覺 它是心事 了別 那 否定了這個 根 五根 五根 是設法 那 非欺狂的意思是說 獲得自覺意之了別 心奇 心奇的意思是第一次 第一次才算 第二次才算 第二次呢叫做 第二次呢叫做 以覺知 了解了再去了解這個就不算了 第一次才算 了解之後再去了解它 這個不算 所以它定義的很 這個量 定義的很清楚 那 有一種是確定的 一個是不確定的 非量 知覺大概有幾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個 很重要 所以要有一個科學的精神 它就必須量跟非量 這個心的那個分裂 要把它弄清楚 之後 你所講的那個東西 到底是不是 有沒有 那要很嚴密的 嚴密的考察 那這些非量 有些是第二次了 了別的 這個不算 4X4 4X4有一個例子 錦衣籠統的語言 獲得了知 今天 這個我們叫做什麼 謠言 或者說什麼什麼 沒有確定的這些事情 一切不理解原因 而對於真實 對於進行觀察之心事 它也在觀察 但是還不了解 就是視察 那現而未定 現而未定 既是變為自所取勁 是明見 明見之相 但對自所之相 變為不能隱身定解相符 就是說有一個人 看電視看很專注 一個人從電視前面過去 你說有沒有看到 有看到 但是呢是誰也不知道 就這樣 性而未定 對自盡 對自盡 由於是還不是還沒確定 顛倒 看錯了 看錯了 那這非量 那要成為這個 量 要成為這個 這個 心起非欺狂的了別 有兩個 一個限量 根限量 五根 五根所對的進 還有一個意 那這個自證 自證限量有些 去 去了知它 這自證限 這個聽說是沒有的 魚血限量 我們修到最後 有一個魚血限量 修行上 那這個屬於限量 那比量 比量三個 物力比量 事須比量 信仰比量 有空可以看那個 這個 現況概論 好 它有那個定義 那我們直接 這比量 剛剛講那個 叫什麼 以身為力 事物長 因爲所做辛苦 這是比量 他說 煙山有火 因爲有煙 這比量 推比的 這邊講個信仰比量 前面的都沒問題 最後一個人跟他說 這個布斯德財富 這一點 因爲他講的話 有道理 金的推比 就是淺顯的 後面這個深的 他可以相信 這個很可靠 聖音量 他有三個 一二三三個 布斯德財富 那時候我沒有看到 因爲他這個人不會騙你 爲什麼 因爲 不管你所見的 不管你他 他分析的 這些東西是有道理的 那我們就相信他 這個佛社講的這些 聖音量 因爲你 推比也推不了 推不到的 所以說 這個 常常講 某某人 因爲爲什麼感受這個果報 因爲他錢是怎麼怎麼 只有佛才能知道 在騙一切 在騙制 一切總之 一切相之 有很多方法 還有什麼 騙制 這了之一切 即使實力不上 還是太不了之的地方 所以 信仰筆量 就需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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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在這邊 這邊有 這個 這不是 那怎麼變金呢 這個 比較有變金的這個 這個方法 是不是 有沒有 比如說 我要問對方 是不是 要問是這樣 還是不是這樣 有沒有 問他 他說答是 或是 不是 或有或沒有 然後 問問他 為什麼 問問他 說換他來問我 我們就這樣 交換 那你這樣 你透過回答 透過問 你就對這個主題 慢慢就清楚了 就切磋 那排除這個相似的 你懂了 你帶對方 我們都會有這種 有些人他可能有事情 他沒有辦法上課 或是說他比較晚來 那我們懂得 這個法布施 就把他引導 問他一些 這些比較關鍵的這些事情 關鍵的一些東西 他懂了 這個主題就放掉了 有三千個主題吧 有三千個主題吧 那考古題 一個年級的兩百題 兩百題 十個 有十個班 十幾個班 兩千個 那還是粗的 還是粗的 那這考古題 怎麼回答 就是他的道理 那三大四每一個都不一樣 對 那我們那時候考試 兩百題 全部讓你知道 你知道也沒有用 你知道 讓你抽籤 有兩百個考題 我們那時候 第一次考試 四百人 等好久 然後再來兩百人 再來一百人 最後到 快要畢業的時候 快一百人 當然你去 你上台的時候 後面有五個考官 評比 然後面對你的同學 還有其他班的 兩個班合在一起 四百人 三百人 四百人 在那邊看你 看你出央相 然後我抽 我先坐著 坐著 那下一個 都同學 沒有 那個順序是打亂的 大家抽個題目 開始問我 就問我這個題目 你把體線讓你 讓你知道沒關係 然後一變 沒有準備 就糗了 回答不好 那我會問下一輪的 就是 我是頭就問到尾 小時候有十個 就問到第十個 我本來是第一個回答的 最後我是問最後那一個 換我起來變 就是這樣 那到底是問容易呢 還是變容易呢 那個回答容易呢 以前 以前 以前我學習的時候 也想拖軟 這外國人 我說問的時候 回答比較容易 你直接講是不是 有沒有就好了 那我一直說不行 你都會問 你的疑惑不會 不會解 不會解 不會什麼 解開 我們都聽話嘛 果然有 果然不一樣 只要問也要答也要問 那要問為什麼 因沉不沉 周遍 那要找例子啊 要找例子 這是個例子 例子 剛剛 在前面啊 等一下 這裡 那顏色 有根本色跟自分色 顏色分兩個 根本色跟自分色 總的來講是分根本色跟自分色這兩個 根本 你再記得這兩個 然後一個叫 根本是藍黃白紅 根據那個畫畫 那個調音料來看 那就這樣 它開始變了 那凡是顏色呢 都是紅色 你覺得 我是問方 對方 對方 對方要打 他認為啦 他認為顏色是紅色 我就問 那以白法羅的顏色為例 所有顏色不是只有紅色嗎 還有什麼 還有白色啊 有沒有 黃色啊 還有其他顏色 那以白法羅的顏色為例 應該是紅色啊 因為是顏色的緣故 因為你講說 所有顏色就是紅色嘛 這叫什麼 這叫不周片 不周片 不周片你要找一個例子 你要找到一個白色 是顏色的 在找白法羅為例 它是什麼 它是紅色嗎 因為它是顏色 要反駁它嘛 白法羅不是紅色啊 白法羅的顏色不是紅色 是白色 不是啊 你說顏色是紅色 我說它是紅色嗎 你說不是 那我說因為是顏色的緣故啊 你就答不出來有沒有 你是因為顏色是紅色 這個論述是錯的 你講出一個白法羅的顏色 是白色 但是它不是紅色 但是它是顏色這個事情 來反駁它 那也許你這種陰山項那個搞不太清楚 沒關係 這個從那邊衍生過來的 你就把這個習慣養成好了 你找出它一個反例 去反駁它 慢慢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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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大概就會 你會變筋 慢慢就會思維 就開始會思維了 那個差別項就會出來了 這個好像不對 那你的科判就出來了 慢慢去找它的差別項 它的邏輯性 慢慢慢慢這個 你的這個法 你對這個法 慢慢就清楚 排除了什麼 相似的 這是同一個 同一個要去找 看一下 這裡 你看色法 色法就是那個物質 意思一樣的 色法 色法就是剛剛講那個物質 那物質有分色、深香味、醋 這幾個 那色處 色處就是分形狀跟顏色 那我們形狀不談 那談顏色 談顏色有兩個 根本色跟紫分色 那根本色是藍黃白紅 剛剛講那個叫什麼 叫顏色一定是紅色 不是嗎 只要有顏色還有白色、黃色 那我舉一個白色 有白色 它是顏色的 這個白色 那去問他說 白髮的顏色 白髮的顏色 白髮的顏色為例 是紅色嗎 因為是顏色 因為講說實在是顏色 一定是紅色 不周片 你舉白髮的顏色為例 白髮的顏色為例 你問他說是紅色嗎 他說不是 我說是啊 因為是顏色的緣故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練的 講了很多理論 變不起來 那不行 把它變成一個習慣 思維的習慣 我要知道 我說是不是 我看裡面是沒什麼用 以白髮的顏色 只要是顏色 就一定是紅色嗎 如果說我問你們的話 你說不是嘛 對不對 那我說為什麼啊 因為你說還有其他顏色嗎 大概這樣 那就從這邊去分 挑你的毛病 我說不是 如果說我說 我說我說 如果說 對對是這樣 那沒得變了嘛 時間到了好快 那沒得變啊 不能馬上妥協啊 變就是 就是要挑毛病的 你要把 你用 就是要激起那個火花 大概是這樣 那你會想其他東西 其實你知道了 你想其他東西 主要是要切除 兩個都知道了 沒得變就下課了 那不行 變就是這樣 你怎麼這樣講 我說沒有三寶 你怎麼沒有三寶 我們有一個同學 基本教育派 我說沒有三寶 怎麼沒有三寶 變不下去了 是有三寶 我是考你 好 那今天到這邊 你怎麼沒有三寶 小明星 小明星 文靡 那要是 很漂亮的 你啊 是